确实胜利是属于这个球队的每一个人的 包括替补上场的雷同龙 包括面对救主的威士豪 王素觉得他们两个在昨天的发挥感觉怎么样 雷同龙其实也说了 他昨天打的一个是并不常打的位置 是一个拖后 因为国安打五后卫的场次 真是能掰着手指头数出来 昨天属于一种个案 然后上去之后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好 威士豪其实不是去关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 我是更关注他精神状态的一种改变 从他停赛那一轮开始之后打过足球杯 包括昨天的比赛 至少我能明确的改 从他赛后的采访也好 和队友的交流 包括表情 包括动作也好 我觉得那四张黄牌的停赛 应该是对小伙子有一个触动 我觉得队里也会跟他去进行一个及时的沟通 他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和得四张黄牌时候 那种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喜的 就像王素刚才所说的 全队上下都有着可喜的表现 凝成一股声 取得了昨天那场比赛的胜利 但也像王素刚才说的一样 大家赢球了肯定都高兴 可是如果一直我们从星期天高兴到星期五 那这事完了 需要在昨天的这场取胜的比赛当中 也看到可以去提高的空间 看到在场上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智 看看他的专业点评 国安队在攻防两端 还有哪些去值得提升的地方 这场比赛呢 国安队主要就是利用 对方防线身后的这种比较大的控装 加之呢 对方的什么员 严吉林在出击和控制篡围方面的这种 还需要做得更好的这个点 其实也是给了国安队 可以利用对方防线身后纵深的可能 上半程第14分钟 国安队从后掌向前推进 254座呢 直线的输送 穿越了上场队的中场的防守 我们可以看到比安拉转身的时候 上岗队的贺冠和石科 两名中央位同时的上场 但两人之间呢 缺乏保护和投资 使得比安拉一个外脚队转身 拨球就可以形成这种战斗 比赛来到第19分钟 金在炎呢 在一个用左脚非常精准的 找到巴尔布 其实也是打到对方防线的身后 这时候呢巴尔布非常聪明 他没有强心的转身 而是背身不好球 把球很轻熟的下回这一座 然后呢在后面跟进 就能够远射 那比开第23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 瓢城的回落 达之和金在炎的前叉 形成了一种 两人纵向的这么一种 交叉式的换位 奥斯托呢 精准的直线的长线球 随后呢 国安队的进攻啊 形成这种持续的威胁 那瓢城外围的这种远射 包括巴尔布 在二次行当中啊 近距离的一道攻门 不是都是考验对方的球门 而这也是国安队能够连续 在对方中后场两条线之间 那也就是说 对方的后腰身后 对空档找到什么的机会 其实这点呢 就是由于巴尔布 他个人的冲击能力非常强 牵制住了对方的防线 甚至是把对方中后场 这个往后压点 拉大了上岗队 后场和中场园之间的这个距离 使得瓢子豪和跳伤警人 还得以在这个位置上 找到机会 那上半时呢 第36分钟之后啊 国安队这个倒角攻击当中 近距离的有一个突然的前叉 那接到同伴的这种输送之后 送出这种横船 最后呢 奥斯多和别拉的这种配合 非常的默契 而且非常漂亮 那对奥斯多的船中别拉 他轻巧的这一扣 虽然说什么偏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近距离前叉的这一点呢 其实国安队也是在中路和边路 的这种结合上面 也是打到对方的这种防线的身后 那下面是包括瓢城的那个进球 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如法投掷 我们先是这种直线的输送 找到对方防线身后 然后呢 半路他从这个中路向逆测的这种 跑动当中的护球回座 同样是刘昆 后排的这种插上 和在这种船中的助攻 通过横向机位 我们也可以看到 半路他在向左路突进拉球的时候 上队在这一点呢 其实只是后方线在集体的回撤 但是前卫线却依然没有能够 及时的回到位置 这两条线之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档 和这种比较远距离的区域 其实就给国安队 争争什么第二期队 有层次的进攻 带来了很好的帮助 但是有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上半时的这些三十三分钟 国安队呢 在防守对方 在中前场右路的这个界外球 划出之后 国安队是防守成功 但是呢随后奥斯多 他拿球想转移到右路 却没有人 因为当时球上已经 因为防守的原因回到中午 奥公包括近代言 由于防守类的原因 也是无法及时的顶出来 那奥斯多只能向前直塞 但这个球丢了 随后呢 上岗队经过这种连续的倒角啊 形成这种进攻 对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32分40秒时候 胡尔克 他一个横向大范围的转移 转移到咱们无求远端的斗色 那殖民兵呢 可以在一侧的远端 充分拉开空灯 用大大的时间去瞄准咱们 后场 后防线身后的这个区域 去等于是一个船点 捕船人 内球无垒的这个顾门生 也是非常有威胁 好在 胡森主义力非常好 把这位防守出去 但我没看到 上岗队在这次进行当中 他们充分拉开场地宽度 利用两个边线 这种调动 我们的防守 在预测找到这种 重新的机会 其实关队也可以在某一点上 并不是 非要打对方防线的身后 我们可以在某时候 加大这种转移的力度 充分的宽度 把对方防线横向的 随着咱们球衣球的转移 调动起来之后 它的中路互端会更大 谈到防守问题呢 咱们可以先来探导 那个丢球啊 上半时呢 这个26分45秒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近代言的回传 张宇呢 随后是横传给了 另外一个中尉余阳 随后奥斯托和张宇之间 就这次张宇的传球 有一个两日间 有一个言语上的交流 那一般来说呢 后腰回撤到这个位置 而且是作为 组织核心的回撤 从后卫呢 一般都会把球交给后腰 然后呢 自己迅速的后撤 自己随后有可能 提到同伴的回伸球 去制造一个处理球的空间 但我们可以看到 张宇在这一次 连续的三次处理球上 一次横传 一次直传 包括自己的 这种个人带球的向前 这三次处理球 都忽视了 二五四多的位置 而作为中尉呢 在已经陪对方 逼到靠近边路这个区域 还要向前带球吧 其实呢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中尉带球向前 一带十五 是没有人能够去补救的 那中尉为什么时候 可以带球向前呢 一定是在中路 而且呢 前面没有对方的防守队员 而且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开口地 同时呢 同伴在侧向 完全吸引了 对方防守队员的精力 这样 中尉才有可能 带球向前组织 去参与进攻 但也需要 必须要把球啊 像两侧的这种转移 或者尽快将球 交给中长队员 去进行这种组织 但是在这点呢 我们其实还需要 更多的比赛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 这种比赛 一个最更加突出的问题 就是防守对方 这种侧向纯中球 这个首先呢 是防守对方的 这种侧向的定位球 上半时第十一分钟 胡尔克呢 左路的这种任意球啊 蔡月康的中路 在无人盯防的希望下 他的这个攻门 是挺高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没有人 去盯防蔡月康 只不过是 侯森出击时候 去干扰他了 我们可以看看上轮 他们在竹上 去打贵州的时候 这个下半时 斯基夫的那个 角球的投球破门 同样是对方 带咱们后场 右侧的这个角球 同样是左脚向外转 斯基夫的那个 投球的破门 和这一次 泰康去到胡尔克 和这种 同样左脚向外转 的这种定位球 我们在这一点呢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呢 就是在对方的 这个下半时 频频的从左侧 和右侧连续的船中 在短时间内 从56分钟到65分钟 这短短的 接近10分钟的 时间里面 先后有三次的 这种倒钩 不同程度上 都是威胁到了 我们的球门 有些球呢 是打在 比如说打在 于扬的身体上 或者打在 其他队员的身体上 是弹出了底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对方第一次 就比如说 吴磊 胸部停球之后 他的这个倒钩啊 虽然说 于扬是顶上去了 但是我们在对方 第一次停球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加的靠近 激进对方 更大的防止压力 随着危险的 不断的出现 阵型也是随着 雷东楼上场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个雷东楼上之后 阵型变成了五四一 其行道 或者阿雷 并非只是在 后场中路 增加一个 居出的中央位 而是呢 可以增加 刘冠和姬寨延 两个编号位 向两侧顶出去 去限制 对方的球球人 增加咱们 在后场的 这种横向的 虽然面具 随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有两个战力 这个第76分钟 王胜超 右路准备传中 牛海就封离进去 其实这个时候呢 咱们也可以看到 中路发射区内 咱们准备 征颈的同伴的人数 也是比对方 要占优的 同时呢 一分钟之后啊 这李文君 左个内部去拿球 针来沿呢 马上点了出来 中途李文君 相对擅长的 左脚传中球的线路 迫使李文君 用这部 他擅长了右脚 连续的两次传中 结果呢 造成对方这种 传球的质量都不够 被关队所连续的化解掉 那这点上 我觉得关队 其实有能力 咱们及时的调整 去做得更好的 好的 感谢东武志 用带队两天 吼得嘶哑的嗓音 没有平时清脆了 对 给我们理性的分析了一下 国安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 表现的好的 和值得去提升的地方 其实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展望 五天之后 打广州福利的那场比赛 稍后我们也会提到 福利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 也是打出了一个高潮 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 王肃觉得国安队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应该把备战的工作 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现在的国安 碰上现在的福利 就是球迷经常开玩笑 谁防守 谁那什么 这俩队 尤其是这个赛季 防守都是问题不少 但是进攻端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一个新的信息 就是昨天福利 对申欢的比赛当中 他们的雷奈尼尿 下场的时候 就受伤的那个动作 跟胡尔克 是一模一样 高速冲刺 跑着跑着 不行拉了拉了 就是大腿后侧 这个肌肉裙拉伤了 而且这轮特别斜行 穆侃乔 今天想要也是这样 河南的巴索哥拉伤了 金径道拉伤了 当然金径道排除在外 就是你发现那几个 全是那种爆发力和速度型的 可能也是最近的 赛程太密集了 所以说也得给国安的 这几个外援提个醒 尤其是澳谷 这个几乎是全城 那么说到福利 没有雷纳尔迪尼奥 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 至少是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 最厉害的是扎球网 但是我们要看看扎球网 所进的所有的球 或者说大部分的球 都是有雷纳尔迪尼奥的 传球扯动和撕扯 来给他创造空间 他的扎哈维的特点 其实和索利亚诺 在某一方面很像 他就是射数精湛 把握机会的能力极强 但是这些机会是谁给他创造出来的呢 至少有一半是雷纳尔迪尼奥 给他创造出来 而且以国安目前的后防线 最怕的就是雷纳尼奥 小摩托 巴索哥 这种冲击力的 滋溜滋溜乱穿乱转的 没有这个 可能稍微会安下一点心 没有他的撕扯 有可能扎哈维的前场 我们就把他做成一个 让他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让他去自己去游异找机会 那样扎哈维的机会 可能就会降一下 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觉得没有雷纳尼奥 福利这种神清刀的球队 很可能会杀出其他的成功 所以咱们球迷高兴咱们的 球队这边认真备战球队的 然后我们期待着五天之后 能够再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期待